战国时代有一对情人 男子是名将军 在战乱之际准备出征 于是和爱人道别 并允诺一定会回来娶他 女子也是苦苦的等待 但是最后男子却战死沙场 女子也因悲伤过度 郁郁而终 两百多年后来到江湖时代 男子转世为一个名叫新三郎的小伙 新三郎在一间糕点店当学徒 却因为一直做不出好糕点 只能够在店里跑腿 一日他不小心把水泼到 路过的阴阳师道三的身上 道三的跟班立即呵斥新三郎 幸好店里的一个客人智障 出面排解 智 智障 这名字有点意思 最后这个智障将自己的糕点 送给道三了事 道三这才没有继续追究 还顺口招揽生意 跟新三郎说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去找他做法 店老板原本要还给智障 一盒糕点 但智障拒绝了 他要新三郎帮他一个忙 原来智障喜欢批发商女儿的婢女阿米 但是批发商的女儿阿璐 自小体弱多病 所以阿米一门心思 都用来照顾阿璐 他看新三郎很老实 希望新三郎帮忙陪伴阿璐 这样阿米就可以多休息休息 哎呀 没想到这个智障还挺体贴的 而新三郎因为和阿璐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答应了智障的请求 原来这个阿璐呢 正是新三郎 两百多年前的爱人 两人这次相遇 就是要再续前缘 为了照顾阿璐 新三郎努力练习 经过多日 终于做出了牡丹花形的糕点 阿璐帮忙取名为春雪 经过两个月的相处 阿璐和新三郎互生爱慕之心 而阿璐的身体也好了很多 不料阿璐的父亲 就要把他许配给一个批发商 还拿钱给新三郎 要他别再来纠缠阿璐 愤怒的新三郎扔掉金钱 并在悲伤之下 离开了这个地方 几个月之后呢 新三郎在另一家糕点店 当了师父 一天夜里 他突然遇到了阿璐 和他的婢女阿弥 起初他对阿璐的亲近 还有几分抗拒 但阿璐跟他说自己已经婉拒了 内装婚事 下决心要和新三郎在一起 听完之后 新三郎动容了 之后的七天 两人夜夜缠绵 新三郎决定 娶阿璐为妻 但他知道 阿璐的父亲 一定不会同意 将女儿嫁给自己 这么个穷小子 于是 他去请求智障帮忙 但他憔悴的面容 将智障 吓了一大跳 当他说出自己 想娶阿璐的时候 智障更是脸色大变 还斥责新三郎 别开玩笑 原来阿璐 因为新三郎的消失 病情恶化 早在三个月前 便已经过世了 连他的婢女 也因自责 和他一起去世 但是新三郎 却不相信 明明阿璐 每晚都和他缠绵 怎么可能 会已经死了呢 于是 他告辞智障 回了家 在路上再次遇见了 阿璐的鬼魂 阿璐依旧笑容甜蜜 新三郎 再次和阿璐 度过了凉宵 而这边智障看到新三郎的状态之后 感觉不太妙 于是去找阴阳师 道三 当俩人来到新三郎的屋外时 只见他紧紧的抱着一具骨架 俩人吓得赶紧逃走 为了让新三郎相信阿璐已经去世 智障带他去了阿璐的墓前 新三郎这才接受 阿璐已经死去的事实 但阿璐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死去 他的鬼魂还会继续来找新三郎 这样下去 新三郎迟早撬辫子 为了救新三郎 道三在他的屋外设了结界 只要他不出屋 也不和阿璐的鬼魂搭话 他自然就会离开 过了不久 阿璐果然来到屋外 并呼唤着新三郎的名字 新三郎还是忍不住回答了 阿璐抓住机会 和新三郎回忆着以往 竟突然想起来 他们上辈子就是情人 眼看着新三郎和阿璐越陷越深 道三为了让阿璐离开 告诉他他已经死去的事实 阿璐这才惊吓着醒悟 转过头来看到 婢女阿米变成了一堆枯骨 阿璐也明白了人鬼殊途 虽然新三郎有意和阿璐一起死去 但阿璐说服他要好好活下去 他相信总有一天 俩人会再次相见 时间再次过了三百年 来到现代 阿璐转世成为了一个护士 他在医院遇见了新三郎的转世 他们依旧和上一世一样 对彼此一见如故 新的恋情正在悄然发芽 这个故事来自日本电视剧 《怪谈百物语》中的一个故事 牡丹灯笼 讲述了光怪陆离的日本民间传说 而牡丹灯笼和四股怪谈 鼠蚕月女其名 并称日本三大怪谈 常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影响力应该相当于我国的 画皮 倩女幽魂之类的 另外两个故事 四股怪谈和树盘月女 我也有解说过 如果感兴趣 可以搜索来查看一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去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